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来说一桩王府井刺杀案 1938年3月28号 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 发生了一场刺杀事件 日本军部当时很愤怒 扬言一定会查出凶手 替被刺杀的军官报仇 甚至日本人发出公告了 要用中国军队的头颅 祭奠死去的日本人 这事在当时啊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因为北平已经沦陷 虽然这个被刺杀的日本人官职不低 但是也没必要到 必须派人刺杀的地步 最令人疑惑的是 当时和这个日本人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叫王克敏的汉奸 他竟然在这场刺杀之中 毫发无伤的活了下来 那这王克敏 会不会表面是汉奸 而实际上是地下党呢 想要探究这个问题啊 先得了解一下王克敏这个人 王克敏浙江杭州人 早年家境不太好 所以呢 尽管他奋发努力考中了举人 但实际上他没钱贿赂上级啊 一直也就没官做 就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一个姓潘的朋友出现了 俩人关系一直不错 他的朋友呢 不忍心看他日子过这么惨 就资助了王克敏一点钱 帮他买了一个官做 这一回帮忙啊 算是彻底打开王克敏的好运气了 王克敏虽然没钱 但是奉承的本事还是有的 现在当了官搜刮民纸民糕的事 那可是没少干 这些钱呢 他自己不用来吃喝玩乐 大多数都用来贿赂上级 钱这种东西啊 没有人不喜欢 所以靠着银子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王克敏很快就得到了大官的赏识 其中有一个人是山东省的巡抚 这官职几乎就等同于山东的土皇帝了 王克敏搭上这条线以后 官运就开始好起来了 不久之后啊 他就被派到日本管理清政府的留学生 这一去日本就为王克敏后来当汉奸打下了基础了 之后王克敏被召回国担任一些职务 可惜没过多久 辛亥革命的爆发让王克敏丢掉了所有的官职 得亏啊辛亥革命没有打打杀杀而是和平解决了 王克敏感觉当时的政局实在是太混乱了 也就暂时放下了做官的想法 他一路跑到法国 在法国呢 认识了很多金融界的大佬 而且王克敏是个舍得花钱的主 所以当时在法国那段时间 王克敏算是在金融界有了一席之地 等回到中国的时候 有了法国人扶持的王克敏 很快就做了中国银行的总裁 当然王克敏呢 也不是完完全全的浪得虚名 他还是有一定的金融天赋的 他有个外号叫活账本 意思就说这人呢 记性远超一般人 几乎可以说啊 快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了 而且呢 心算能力也特别的好 这也是当时法国的经济大亨 赏识他的原因之一 等到国内政局稍微稳定下来之后 王克敏呢 就开始想着法子的当官 加上这几年的名声积累 王克敏得了一个财务总长的官职 说来呢 倒也挺适合他的 当时王克敏 在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史珍手底下办事 那时候做事 也还是挺认真的 那段时间为北洋军阀积累了不少的财富 可是这种日子呀 也没持续多久 一年之后 王世珍因为被政敌攻击 心灰意冷的 就选择了隐退 这就导致了王克敏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王克敏失去了依靠 后来的官职也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往后的十多年里呢 都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后来王克敏觉得没什么前途 索性啊 就效仿王世珍 也玩起了隐退 在上海呢 买了一栋房子 每天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 中日大战一处即发 中国军队是节节败退 日本人占了大面积的领土 可是因为人手不足 日本人急需一批为日本帝国服务的中国人 当时日本人呢 有很多人选 像吴佩福啊 曹汝林啊 晋云鹏啊 哎 这都是备选名单 王克敏那时候的名气 还不足以被日本人重视 名单上的三个人 那可都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军阀人物 尤其是吴佩福 这是民国时期 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人呢 当时也是被大家看作 最有希望一统中国的人物 名气跟王克敏比起来 那叫天壤之别 然而日本人的打算呢 落空了 吴佩福根本不买日本人的账 其他两个人眼看形势不对 也都放弃了和日本人合作 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下啊 这日本人呢 就找到了王克敏 承邀他去成立华北傀儡政权 王克敏呢 本来就挺想做官 日本人给了这机会 自然也就满口答应了 王克敏为了讨好日本人 搜罗了一大批的汉奸 为日本人服务 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 华北政权 在1937年12月14号 正式成立 这个消息啊 让蒋介石 大为震怒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呢 接着说王府警刺杀案 蒋介石是不可能眼瞅着汉奸政权成立啊 因此王克敏毫无疑问的就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 只不过这事啊 一点也不好办 当时华北地区都已经几乎被沦陷了 国民党啊 没办法在华北地区有大动作 而且日本人对王克敏这种有大用处的汉奸也很看重 保护工作那也是滴水不漏 尽管王克敏十恶不赦 但军统特务一时间也还真不好下手 这事最后还是得交给戴利亲自去策划 一个王克敏而已嘛 在戴利眼里还是不成气候的 难就难在怎么把他的人安全的送到北平去 毕竟日本人对国民党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 当时戴利啊 想了很多种方法 但是呢都觉得多多少少的有些危险 最后他决定和其他国家合作 通过借到租借 然后把杀手安全的送到敌战区 这个方法简单可行 只是得花不少钱 但这些钱比起除掉一个大汉奸来说 哪不值一提啊 因此在缜密的筹备之后 经过精挑细选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就被成功的送到了北平 接下来就是探查王克敏的消息 军统特务中的带头人叫陈锋 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 但是这人呢本事可不小 他可是戴利选中的人 可陈锋你再厉害你是个人吧 你没有千里眼顺风耳吧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探王克敏的消息 只有掌握了具体的行踪 刺杀行动才能正常的进行 如若不然那就只有失败的份了 所以陈锋一到北平啊 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打探消息 但甭管怎么说吧 这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 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本人发掘 陈锋一般习惯去查馆和报社打探消息 这些地方啊鱼龙混杂 而且日本人也不少 尤其是一些日本人对汉语也十分精通 所以有时候也很难分辨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不过也正是因此 陈锋在这些地方得到了不少信息 尤其是陈锋发现这些地方 也有部分国民党的特务 只是他们呢 要么就已经沦为汉奸 要么就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陈锋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啊 他就以一个特派员的身份 开始拉拢这些人 陈锋觉得可以从这些人身上 得到有关王克敏的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 在这些已经成为汉奸的特务之中 还真有能接近王克敏的人 他们也不是主动做汉奸的 投敌只不过是无奈之举 所以当陈锋说出来要诛杀汉奸 而且可以戴罪立功的时候 这些人呢 就主动的为他提供信息 当然最主要的是得到王克敏接下来的行踪 虽然有人能靠近王克敏 但是王克敏这么惜命的一个人 又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泄露呢 所以这还是个难度不小的事情 可令陈锋意外的是 仅仅过了三天 陈锋就从那些人的手里啊 拿到了王克敏的具体行程安排 就连走哪条路啊 都写的是清清楚楚 哪得嘞 可是陈锋又嘀咕了 这么详细的安排 他是不是个陷阱啊 毕竟这里是敌后 他这个特派员的身份呢 他不一定管用 可是看他们的样子 也不像是撒谎 当时陈锋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些人说的是信誓旦旦的 完全看不出来一清半点的虚假 陈锋看着行程安排 是思来想去啊 哎呀 看不出来这上边有什么问题啊 再三思索之后 他决定按照原定的计划来 根据县人提供的情报来看 王克敏每周二下午两点 都会去王府井大街附近 说是和日本高级军官面谈工作 陈锋按照情报中的路线 安排好了具体的刺杀计划 他们呢 准备了高精度的手枪 然后找来了小商贩的服装 准备在王府井大街附近下手 果然 王克敏的汽车 如约而至 出现在王府井大街 车呀 开的挺慢 杀手 瞅准了机会 对着坐在汽车后排的王克敏 是一顿扫射 打打打打打打打 顿时车里边是血界 顿时这车里边啊 是鲜血四剑 王克敏 一声都没喊出来 就倒下去了 陈锋在远处 这么一看 刺杀成功了 于是呢 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兄弟们 撤呀 本来他们想去检查尸体 但当时呢 日本兵的人数太多 并没有给陈锋和杀手机会 他们只能先撤退 然后通过线人确定 刺杀是不是真正的成功了 事件发生之后啊 北平是全程戒备 日伪军全部出动 就为了找出当天的刺客来 不过陈锋呢 早有准备 他们预先就准备好了假身份 所以就算是日本人来查 他们也可以混得过去 只不过 就在陈锋准备和上级邀功 请赏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王克敏没死 死的是谁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 我是吕鹏 咱们呢 接着说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 王克敏并没死 那死的是谁呢 是王克敏的一个日本顾问啊 这让陈锋也很惊讶 也很疑惑 明明计划严密 没有漏洞啊 怎么就失败了呢 这件事 陈锋就觉得一定是有人泄密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可陈锋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才会选择去泄密 这事让他不仅在上级面前丢了面子了 还受了一顿责罚 他咽不下这口气呀 无论如何陈锋都得把这个泄密的人揪出来 因为甭管怎么想 那死去的日本顾问 他都是个替死鬼 如果王克敏不是事先知道有刺杀 怎么会偏偏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陈锋啊 是想尽办法 审问当时参加这些刺杀计划的人 然而不管怎么问 陈锋都找不到那个人 就跟是王克敏命不该绝似的 奇迹般的躲过了那次刺杀 没办法 陈锋呢 也只能认这个灾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还是觉得这次失败 就是出了内鬼了 陈锋的感觉对不对呢 对了一半 这次的刺杀事件 有内鬼 但也不完全是内鬼 这是一个人疏忽大意 而导致的结局 王克敏呢 知道自己是汉奸 也知道国民党的特务 一定会把他列为刺杀目标 所以他对身边的人呢 格外的警惕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换人 所以尽管他们能接触到王克敏 但是能拿到的信息呀 还是有限的 而且王克敏也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 所以常常临时的改变主意 正应了那句老话嘛 狡兔三呼啊 王克敏 这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当时陈锋派出的县人 是负责王克敏的保卫工作的 他在门口啊 听见王克敏和秘书的谈话 王克敏跟秘书说 明天下午两点 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和日本人谈工作 你记得帮我安排一下 好的 您放心 县人呢 就记住了他们这对话的内容了 然后等换岗的时候 偷偷的把这则消息就传出去了 这也就是陈锋他们接到的情报之一 然后第二个县人接近王克敏秘书的时候 在秘书的书桌上 发现了一个行程安排图 上面还写明了明天的路线规划 县人觉得有用 于是趁着秘书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的把这个安排图啊 就给拿走了 为了不让王克敏起疑心 县人拿到图之后 迅速找了纸和笔 把形成图重新画了一份 然后把原稿呢 就又放回去了 一切都做的神不知 鬼不觉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事实呢 也确实是这样 王克敏 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 他依旧打算第二天的时候 按照以前的计划出行 可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发生了 当天夜里 王克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在梦里 他看到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 被人追杀 而那条路就是第二天 他要去的那条路 王克敏在梦里玩了命的跑吧 就在对方挥刀的时候 他就被吓醒了 这件事呢 他谁也没告诉 就记在心里了 第二天下午 本来是打算正常出门 可正准备出门的那一瞬间 就又想起晚上的梦了 他觉得那梦啊 太真实了 真实的都感觉有一些小害怕 所以当时王克敏琢磨了半天 算了吧 咱们拿换条道吧 既然王克敏换了一条路 那么陈锋他们见到的人是谁呢 其实当时王克敏 也想看看走那条路会出什么事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衣服 送给了同行的日本顾问 然后开玩笑的跟他说 朱桑 我们打个赌吧 今天你走这条路 我换条路走 看谁先到达王府井老街 要是你先到了 我送你每人一个 这顾问一听 还走哪不是走啊 不就穿着衣服溜一圈吗 行啊 这买买不赔啊 立刻就答应了这个赌约 王克敏呢 笑笑没说话 挥手就送走了这名日本顾问 自己则坐上了另一辆汽车 换了一个方向 前往王府井老街 这时候第一个县人发现了这情况了 赶紧去找陈锋汇报 但他到陈锋住所的时候啊 已经为时已晚 陈锋呢 早带人去王府井那边了 这人害怕陈锋秋后算账 对这件事呢 闭口不提 甭管陈锋之后怎么问啊 他都没把真相说出来 他知道以陈锋的性格这说出来 那是非得扒了我的皮不行啊 果不其然在日本顾问 经过王府井老街的时候 陈锋带着早就埋伏好的刺客 突然就杀出来了 直接就把人打了一个透心梁 这消息呢 很快就传到了王克敏的耳朵里 他也为当时自己的决策感到庆幸啊 这要不是那个梦 这要不是灵机一动 现在死的人就是我了呀 陈锋后来受了不小的处分 但他到死都没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真相 这件事是那个县人 在几十年后临死之前 才颤颤巍巍说出来的 当然咱也不知道 如果啊 陈锋泉下有吃 会不会原谅他呢 就算了